敦煌研究院第四代掌门人王旭东掌舵故宫博物院的消息 近日在网络上引发热议 大家在关注职掌故宫博物院七年时间的网红院长 善继祥退休生活的同时 王旭东是谁的疑问又成了诸多网友追问的另一焦点 王旭东是谁 他是甘肃人 1967年2月出生于甘肃山丹县 现任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 在此之前王旭东已在敦煌研究院工作了近30年时间 他是继常书红 段文杰 樊景师后第四任敦煌研究院掌门人 近30年的时间 王旭东见证了世界文化遗产墨高窟 由抢救性保护到预防性保护的慢慢旅程 目睹了数字敦煌的艰辛起步 到飞入寻常百姓家庭 经历了敦煌文化的国际合作之路 由最初的被动参与到如今国际学术会议上的 逐渐拥有主导话语权 实际上我们东方研究院在文物保护这个团队的成长的过程 就是国际合作的过程 即使我们今天有一支队伍了 但是这种国际合作的进程不会中断 我们依然会去扩大合作 寻找不同的在某一个领域 比较强的这些专家或者团队加入到我们中间来 当然当我们发展了一定阶段的时候 我们的一些技术形成了 也可以为其他的 就包括国内的一些遗产地做一些技术的支撑 也可以为一带一路的这些国家 他的文化遗产保护做一些贡献 最初的启蒙教育 让王旭东对国际合作尤为重视 并迟疑开放半院的理念 认为人类的敦煌 就应该吸引更多的人一起进行保护 他曾多次表示 墨高窟本身就是国际合作的产物 至今留存来自东西方不同文化 不同民族多元文化的结晶 是丝绸之路上的共同信仰 近年来敦煌研究院与英国 法国 意大利 美国 日本 印度等国家的科研院校密集往来 并签署了系列合作协议 我们跟美国 日本的这些合作 都实际上在特定的时代 随着它技术的发展 来按照我们的需求来进行合作 一方面做保护 一方面数字化 另一方面我们能够把一些文化 能够推荐出去 传播出去 随着现在数字技术的这个 迅猛的发展 有很多的这种科技企业 或者文化科技企业 他们也看到了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近年来墨高窟游客量激增 如何平衡古移植保护与旅游开放之间的矛盾 亦是王旭东的一大新事 为确保文物极游客安全 敦煌研究院2014年开始实施墨高窟旅游开放新模式 以网络预约为基础 分时段参观为措施 数字展示组合实地参观为内容 这极大缓解了这处古老洞窟的压力 也让游客参观体验更为精致 同时也加强了敦煌周边索阳城遗址 榆窟西千佛洞等景点的旅游体验 墨高窟的产生它不是孤立的 它是一个大的一个文化的 这个区域的概念 就是东华这个文化它是一个大的概念 你要跳出东华墨高窟去看其他的一些遗产地 你会更加理解 哦 为什么墨高窟能够持续一千年 它是与它的这个特殊的自然地理位置有关系的 它在丝绸之路上的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是有关系的 它同时是在丝绸之路的开通之后 能够有这样的文化积淀 而使得它能够去迎接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 对于当下流行的文创产品热 王旭东也有自己的观点和态度 他认为文化创意都是要基于价值所在 若要背离它可能会对文化遗产的本身价值造成不利或负面的影响 在谈及近年平线的文化恶搞现象时 他表示真正的研究人员所挖掘出来的文化体系 应该让这个浮躁社会里的人不仅仅去追求大房子和豪车 而是尽心追逐精神生活 王旭东认为 与生活相关的创意产品要了解市场 了解民众所需 同时也要引导 而不是公众要什么就给什么 需要拒绝低俗 未俗 庸俗的东西 要做对美好生活有推动作用的文化产品 潜移默化去影响公众